上赛季大林立方可认识一波三折,开局阶段当一三连败,首龙更是被上岗狂贡高球,直到第九零三,零击败广州恒大,才收获赛季首场胜利,好在书斯特尔逐渐顺领球队走上正轨,一队连续击败上岗,复利,李能,生花等强队,然而最后阶段一波四连败,显心让球队整个赛季的努力功亏运败。 帽连立方二,零击败妖态,艰难榜级,整个赛季帽连立方,总共是57球,是中川师球第三波的球队,会板影幻很大,新赛季帽连立方可认冠种活法,那外元封面投入巨大。 外元封面,脑洞行伤和杨胜行,李建兵,赵宁建,赵旭日,正能加盟,外元封面,大伯洛西中产核心和纽西克核酸大伯安曾到来,并且留住了比利时国家卡拉斯科,所成超强三差级,第三全被升价,月薪中差第三。 此外,韩国著名教头孙开西,贯帅大连,正位在前北县报执行13年,找获无数人力的名帅,希望用最快的速度,最高的效率将这支比利行后的中超浪运级身模合成型。 新赛季中超小龙克厂乔赵和南进入,崔开西基本上排出了更强阵容,李建兵和杨胜平搭档中后卫,尾设和赵宁建,分别出任左六边后卫,中场方面,行伤和赵旭日,组成双后弯,哈勒西克出任旋弯,攻击向上,卡拉斯科和英万三小将将进行分局左右两侧,德拉腾顶在中风位置, 以上赛季中超人名,当坦败上岗相比,大连立方只保留了中冲,张俊雄,卡拉斯科三名主力球员,五名新人首发,球队的变化一目宛然,开场后大连立方体现出强者姿态,选择了主动出击的打法,哈勒西克,卡拉斯科,德拉腾,组成的攻击线三差几分率十足,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配合联系, 不怪三名球员的距离状态,并不在最佳,导致终结效率不高 此外,地方权队在进攻中,过于依赖三名内容,能能激活鲁少和赵宁建雅明鞭后裂的助攻属性,使得全队的进攻,缺乏层次改,无法对剑裂三中裂的体系,形成连续冲击,防守堂, 剑裂外员巴索哥的绝对速度和冲击力无应置疑,成为球队最有威胁的进攻手段,尽管一方赫瘾行伤和赵室日具备一定的防守硬度, 但就越的快速反击,非常简单一时,直接战过了一方赫拉这一屏长,冲击后防线,一方在攻势足球的背景下, 最后为杨盛平转身速度弄的问题,再次暴力出来,在当索哥的冲击下上半场就仰黄变一红被伐锁场, 此外,一方再次在定位球防守中失分,之前在热身上装灵,三残大生花,一方的三个失球,就来自定位球, 球队还有很多细节工作及失强化,比分落后将人数吃亏,如果放在上下季, 一方很有可能出现登盘的情况,但一年之后,二年级球队展现出了不同的营业, 这是足球成历史比喻的体现,也是几段新人和新帅带来的结果, 众队不愿挤灭,很开心没有荒乱,先是安排行生,回撤稳固防守, 随后换上奥力士加强进攻,最终在商品股时阶段,文卡拉斯科完成绝评, 众所周知,一方新帅村开心,可以是达州最佳教练, 执教选北县道13年,拿下了六次联赛冠军和两次双方冠军, 期间两次仍然要独龙最佳主教练, 中抄手效向展现出不足的直战能力, 当然,推开心需要通过更多正式比赛了解球员, 真正将超级战舰磨合成型,冲击更高的目标, 从打绝对转向高市责球的带路, 需要俱乐地摆行星,球地造舍的智慧, 以及球迷的耐心。